這一幅是我寫的這個望月懷緣 因為暑假的時候我去那個上海 上海回來以後讀了這個望月詩 望月詩裡面海上聲明月低聚 海上來很多人把上海都稱為海上 所以我落館的時候寫故上歸來讀望月詩 亦懷遠地親友 因為它是望月懷緣 所以我讀望月詩亦懷遠地 也把望月跟懷緣都把他這個詩體都寫在裡面 海上聲明月天涯共此詩 情人願搖曰靜去其相詩 魅屬靈光滿,披抑絕如詩 不堪寧守正,還請孟家綺 然後把這個望月懷緣的詩體寫在後面 當成落館的這個一部分 那這個詩主要是這個經文 經文就是我們的大團裡面的經文 割在這個親屬上面的那個詩體 每一個詩你都去查 查了以後就知道說這個詩的意思 所以我們希望說看了詩以後 看了詩以後能夠望至生意 就是說看了那個詩 因為那經文跟甲骨文都跟造型有關 看了那個詩,比如說這個光 是這個人蹲在這邊,舉的這個祖火 例子這樣,這個是手 這是手,月亮就像月一樣 這樣的話就是說看這個詩呢 可以想到它的意思 然後整篇文章因為它是汪月懷緣 所以我寫下來,不要把它寫得太粗壯 寫得比較清修一點 看到這個作品 有一點在屍體方面發生在鄉親的內容